台湾学生的设计实力不断在国际间获得肯定 单单是台科大的学生 今年就有13组作品 在德国红点大奖得奖 其中一个漂浮式紧急通讯盒 除了拿到设计概念的全球最佳奖 还入选了前三名 下个星期将在新加坡的颁奖典礼上 跟另外一组同样也是来自台湾 北科大学生的作品竞争第一名的宝座 近几年来全球的天灾不断 台风地震或海啸常常让通讯受阻 延误了搜救的最佳时机 台科大学生设计了这个漂浮式的紧急通讯设备 可以不受地形的限制 将这种简易型的临时基地台空投到灾区 气球的功能主要是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个收讯中置 就是升到比较高的高度 让它收讯会比较好一点 那另外它有一个特色是就是 它是用一种叫锋利转子技术的方式来发电 然后供应它本身需要的用点 这个设计不仅得到德国红点的设计概念奖 最佳奖还成为前三名的入选作品 有机会争取全球第一 台科大今年总共有十三件作品 从六千八百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奖 不小设计看来相当的实际好用 从关怀出发的设计显现出学生们细微的观察力 为视障儿童设计的玩具 用音乐跟触感来吸引孩子 这一把可以阻挡四面八方风雨 只用一条金属作为伞骨关节 造型独特的雨伞 台湾学生的丰富多元创意设计 屡屡获得国际大奖的肯定 值得喝彩 记者陈书军内政员台北报道